好 另外来看到苗栗县议会国民党团 配合党中央也是同步召开的记者会 而县党部主委 议长中东景 及党团书记长江村贵 立委 徐志荣等人 共同表达核实侵害国人健康的风险 丝毫不应妥协的立场 也呼吁民众是聚买核实 也要求相关单位应该要强力把关 保障人民食品安全 吃得安心 国民党各县市议会党团同步召开记者会 苗栗县议会党团书记长江村贵表示 民进党政府以最粗暴违反民意的方式 宣布开放日本福岛核实 对民众最关心的食品安全 是非常严重的冲击 我们要以最严厉的手段来反对核实进口 不然这种问题 核实的安全 严重的违反我们的下一代 苗栗县党部主委 议长中东景用课语 吃下肚 吐不出 强调让核实更名为福食进入台湾 是获颜子孙的政策 并呼吁民众暂时不要买日本进口的食物 这个吃下去以后 万一有问题是没有办法解救的 因为脱肚也吐不出来 吃到肚子里面吃来就吐不出来 我们绝对没有要反对日本的意思 可是在核实要进口的这个部分 我觉得还真的是有待商榷 在没有办法完全确定 这个时候我想我们大概就仅能就 季节这个买日本的食品 立委徐志龙则质疑日本来台核实的检验标准不一 执政党为所欲为国人只有自求多福 他在国内卖的安全性更高 要输出国外的可能检验的标准 项目都没有这么多 我们担心的是这样子 当然会期也即将开始 到时候我也会详细地问他 你进来台湾的这些东西 检验的项目跟检验的标准值 是不是跟日本国内都相同 不要离日本人都不敢吃的东西 你弄到台湾来 此外先议员徐公帆也痛批民进党没有良心 站在家长的立场 绝对不能允许何时进入校园 国民党一定会与所有父母站在同一阵线 守护孩子的健康